为了要让学生能够快乐的学习 在治愈之外也能够均衡的发展 所以台北市将要贯彻这个一纲一本的政策 市长郝龙斌他也亲自的现身来向家长进行说明 各式各样的参考书读都读不完 一纲多本的压力下 学生和家长都不轻松 为了改善这样子的问题 台北市长郝龙斌更办起了 北北基一纲一本级公办基策政策公庭会 我们希望能够贯彻一纲一本 共办基策这样的一个政策 让学生能够减少他学习的压力 让他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来从事 课业以外的活动 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了解 台北市教育不是以治愈为单一的发展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多元的兴趣 针对现在推行的一纲一本 有家长举双手赞成 而郝龙斌也表示 未来考试觉得不会让学生忙忙无目标 现在是一本 一本的话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专心在一本的学习 我们一纲一本 我们共办基策 一定会持续的办下去 而且还有我们也非常了解 就是考试引导教学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将来基策的题目考试题目 绝对不会有那种颠砖 刁砖的题目 台北市推动一纲一本 就是希望这未来的主人翁可以不被压的死板板 能够多域多彩 实行发展 正面新闻张燕王志仁台北报道